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家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的最新动态 5月23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了2024财年年报 并在股东信中提出了对未来的发展策略 阿里巴巴的两大核心业务是电商和云计算 其中电商业务包括服务中国消费者的陶天集团和国际消费者的阿里国际数字商业集团 蔡崇信和吴永明在股东信中提到 阿里巴巴将坚持用户为先、AI驱动的战略方向 他们表示,在过去的25年里 阿里巴巴经历了不断成长 但也出现了一些大公司病的症状 因此,他们决心积极对大公司病开刀 保持创业精神并在接下来的10年里 再次视自己为一家初创企业 在电商领域,豪天集团继续展现出高流存率 阿里国际数字商业集团收入超1000亿元 同比增长46% 在云计算领域 阿里云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基础设施及服务IaaS提供商 也是中国最大的公共云服务包括PaaS和IaaS提供商 此外,阿里巴巴还公布了最新的阿里现任合伙人名单 共有26名成员 马云在阿里内网发表题为 致改革致创新的帖子 对蔡崇信和吴永明组成的新管理层的变革勇气表达了肯定 并表示阿里巴巴已重回健康成长轨道 总的来说 阿里巴巴集团的未来发展策略非常明确 他们将继续投资于两大核心业务 加速核心业务增长 并保持基础技术的领先 以及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创新 阿里巴巴的未来值得期待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